看到不一样,才能做的不一样 面对关系难题,你需要多一双眼睛 大家好,我是李生卫 我是翠翠 我们这次的主题词是结构和边界 请听案例 妈妈怎么能这么说 不管我们长得多大 总会有一些时候感觉到被父母干涉 不知道怎么办 那有一位用户叫Alice,她来信求助 她说,我一直都觉得我父母是很开明,很民主的人 我从来没想过呢 父母干涉恋爱自由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但事实就是,我父母不接受我现在的男朋友 我告诉他们这是我的事 但他们还是不接受 因为男朋友年龄要比我大很多 家庭条件也不算太好 我觉得没关系啊,我们对未来有明确的规划 也跟我父母谈过 但他们总也转不过弯来 今年暑假我带男朋友回家 想让他们接触一下 然后我妈妈怎么看都不顺眼 还跟她说,我反对你们在一起 你们还是早点分开吧 我从没想过她会直接这么说 我本来跟男朋友计划十一出去玩 我妈也是坚决反对 我们后来又谈了好几次 我都没想过她会那么坚决 看起来很开明 但心里居然觉得我的恋爱自由应该由她来安排 我该怎么跟她沟通呢 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我们讲边界理论 说要分开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 从边界的角度看呢 这其实是一个矫枉过正的例子 那这个女生说要维护她自己的恋爱自由 这是她的边界,没问题 可是她为了维护这个边界 就把手伸到哪里去了呢 她伸到了那个父母的态度和表达方式上 她的意思是说 因为这个人是我打算在一起的 所以你们就必须要对她满意 这么说 她确实是想干涉父母的感受 其实父母有权利对子女的另一半保留自己的看法 很多时候呢 就是无法同意子女的选择 但这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啊 父母就是看不惯这个男孩 但女儿也就跟他在一起了 谁也不用改变谁 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态度 对,这种关系就感觉很酷 但是呢,难点就在于提问的Alice 她太重视父母的感受了 对 她的出发点是好的 还是希望父母能够全心全意地支持自己 认同自己的选择 是的 对,我们很多时候或多或少都会这样 但这其实就是在混淆边界,对吧 是 表面上她是很在乎父母的感受 实际上她是想要干涉父母的感受 其实也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心情 感觉就像是我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 然后我对我的老朋友说 你是我的朋友 他也是我的朋友 所以我要求你必须喜欢他一样 对,这个类比还挺准确的 如果他们俩要是合不来的话 然后我就会很为难 因为好像老朋友的态度对我很重要 然后我就相信说 没有他的支持 我就不能再交新朋友 所以我只要遇到一个新的人 我就必须要求这个老朋友说 你要百分之百地喜欢他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之前 如果我们特别想要去说服一个人的话 不管是爸爸妈妈 其实就等于是我们释放给了他一个信号 说只要你不同意 或者只要你在态度上不是那么满意 我好像就没有办法 我就暂时没有办法继续做这件事情 我只有说服了你好像我才能展开下一步行动 那换句话说就是我把说服你这个动作 赋予了一个很大的权利 那如果对方感觉到这个权利的话 我想他也就不会让自己轻易的被说服 那所以怎么样收回这个权利呢 也许可以直接跟父母说 你们不喜欢他我挺遗憾的 但我还是要跟他在一起 但总觉得这句话哪里怪怪的呀 这么说出来父母也很生气啊 其实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没错 这句话本身是一个边界很分明的一句话 可是讲这句话的这个动作本身 如果把它看成一种关系沟通的话 它其实也是在表达 我要跟他在一起 我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是因为我需要你理解这一点 注意这个词 我需要 事实上我不需要 但是我表达出来的是我需要 所以它就是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有可能会让父母继续生气 因为他在无形当中留了一个开口 是在邀请父母用他们的愤怒 来继续干扰这个决定 我可能讲的有点抽象 但是你可以对比一下这个说法 如果把你刚刚说的一句话去掉一半 我只是说你们不喜欢我选的这个人 那你们一定很难过吧 这句话还挺厉害的 因为如果我是爸爸妈妈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而且我觉得当你这么说的时候 这件事你表现出来的是你已经有了一个决心 而且 是的我有决心了 这个决心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 好像父母如果不满意 他就只能是父母自己去处理的情绪而已 对而且这是开始 那接下来呢 父母的这个情绪 我也可以去照顾的 可是我照顾你的情绪 不等于说我要让步我自己的决定 这是一种维护边界的能力 叫做自我分化 你看我可以说你们是不是很难过呀 你看你们好不容易养大的女儿就要离开你们了 而且是跟一个你们不看好的人在一起 那我也可以说我陪你们聊一会儿 你们会不会感觉好一点呢 甚至我们可以说 其实你们的经验也很宝贵 你们到底对他有哪些担心呢 我愿意听你们讲出来 然后把你的建议都记在心里 就是这些部分其实都是我在帮助他去照顾他的情绪 可是我绝对不会说 哎呦你们这么难过 那我还是不要跟他在一起算了 你看这个就是自我分化的能力 他就是分得很清楚什么事情是我的事情 那所以也就允许最大限度的一个弹性和情感上的支持 我理解你 我尊重你 我愿意听你讲 可是同时我在为我自己的事情做决定 那上海话就叫拎得亲 它是一种一种判断 或者是一种区分 我们只要把这个事情分开了 看到了什么事情是我能做的 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去帮到你的 那我们也就可以用一种温和的 不伤害感情的方式 去守护自己的边界 那他打算假期跟男朋友出去旅游这件事 你怎么看呢 也没必要征求父母的同意对吧 原则上我们去哪里玩 跟谁去玩 是不用非得征求父母同意的 不过前提也是经济独立之后吧 提问的Alice好像是一个学生 不知道他需不需要父母的资助 那如果父母不给他钱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爸爸妈妈仍然可以插手他的事情呢 这个情况就比较尴尬了 如果他自己没有钱的话 就有一点复杂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用边界原则来区分 那父母的钱怎么花 这确实是父母的事 所以他们是有权利决定 他们是不是给孩子这个资助 那如果父母不赞成孩子的计划 他确实说我可以不出钱 那这样的确就会限制住孩子这个计划 可是这就是在他边界之内他可以做的事情 那如果孩子不想受这个限制的话也很简单 他就早点争取经济独立 因为经济上的划分往往是边界感的一个重要体现 我的钱是我的 你的钱是你的 你可以决定你的钱怎么用 那我也可以决定我怎么去打算未来的生活 我们各自为各自的决定付出代价 关系洞察 任何时候都要记住 当你说你不可以这么做的时候 只凭这句话 往往是无效的 因为你并没有权利剥夺别人怎么做的自由 但是在家庭当中呢 你可能感觉到自己的利益或者权利被别人侵犯到了 这时候你当然要站出来为自己发声 但你又不能去限制别人 这里面有一个微妙的区别 对这个区别的觉察 就是我们说的自我分化 我们经常犯的错误之一 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边界 竖一个牌子说 每个人都必须听我的 因为这里是我的边界 记住 这个牌子没有任何效果 如果我们想达到什么目标 我们就需要更直接一点 去运用自己的权利 实现这个目标 这就好像是说 我们明明要去到属于自己的地方 我们先要去问其他人 你们有没有意见 你们不需要意见 然后我们好像才可以去往那个方向走 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一点呢 那明明就是我们的地方 我们明明可以直接向着那个地方走 我们经常犯的另一个错误就是 我们会觉得只有非常冷酷无情的手段 好像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我们在拒绝别人的同时呢 好像我们就一定会担心伤害到别人 但实际的结果刚好相反 我们可以用让人舒服的方式 用体贴别人的方式 同时完成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回到这个故事 到现在为止 我都是站在孩子的立场上讲话 那从父母的立场来看呢 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他们想表达对这个事情的反对和担心 这本身也是他们的权利 下一期节目我们会做一个反转 从父母的角度谈一谈 可以怎么实现这个权利 谢谢大家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观点有启发 请帮我们分享给你爱的人 再见